由远见天下文化教育基因配置 基板的日空疫球第2次未来教育台湾一百争算外党 国心兵定乎国小已经特殊拿 奉安世界为主题 透过校风地步观察 少少地球村的调查中口庭 即使全国百大上有影响力的冲新教学校风 用新办学的努力真受到国家困惊 今年定乎国小地区天下十字 争算台湾百大校风的冲新教学的建议 乡长乡民代表家长会长特别来关心 并且颁奖给校长 我觉得很好的校长 很高兴在这些学校的学部 我觉得也很高兴 所以我在这边呼应我们国心乡所有的乡亲 我们真的不要舍尽求业 我们让我们的子弟 就在我们国心乡有那么好的教育资源 教育环境之下 那么好的师资去让他完成小学教育 国中教育 我相信不会比送到都市差 这处学校的创新教育得到全国媒体的倾断 校长有欠喜的表示 因为学校有一个访问教育的老师 加上学校的规模进学 推动创新教育的优势 我相信只要在教育上用心 不论是都会区或是偏向地区 教育本来就可以不一样 关键就在老师和对于课程的投入 就是那份教育的热爱跟教育的心 那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最主要强调的就是跟生活的连结 那教科书所学的跟我实际上的生活应用 其实如果不能够适当的连结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应用 所以在这一块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 那包括说我们利用自然的环境 做长期的一个观察 那找出它的一个变化跟规律 那在里面其实孩子学到的是一个科学研究的方法 家庭学长表示 中学学校的校长老师对教育非常地打拼用心 李千罗留对管府教育家来建筑实验小学的建立 希望有机会看出来推动创新的教育 但是科学一直都没通过 我们如果可以成立一个实验小学 那我们的学区的翻篮就可以打破 让更多外地的小朋友愿意到仓府来就读的 也不用受到它的限制 仓府国小真的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 虽然学校申请设立实验小学的目标没达成 但是校长表写的品质这种的教育理念 在偏向来推动优积的教育 记者 欢迎订阅 插航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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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出去